第一个百万内 第二个续航力 这个有700公里 再来就是0到100是4秒内 并单至少破两三千 而且是瞬间可能在一小时内 请不下去 大家就说了 现在电动车 其实也有一定的热度了 那你有没有在讲 这一台纯电修女呢 这是鸿海玉龙和首 一起推出的 纳志杰 车名该怎么念呢观众朋友 其实我一开始有点疑问 我想说如果以数学念法 是n的七次方 那车我们应该不会这么叫他吧 那原厂好像是叫n7 对 我们电话沟通的时候 他是直接念n7 那我们就这么称呼他吧 老爹你也抢了对不对 是 但是我没有在第一天 因为我刚好那天早上有事要忙 要出外景 所以就没有在第一时间去订 但我只要9点 我想说反正纳志杰有说 还要给我第一台 我就没有去订 结果第一天就没想到破什么 一下破3000又破5000 然后比赢比赢说 电脑当机 电脑当机 我就马上去问了一下工程师 他说这个订单至少破两三千 而且是瞬间可能在一小时内 啪 请不下去 所以刚好金流就卡住了 当然所以很多网友在讨论 他说真的假的 破百万然后700万 700公里的续航 我说没有 这一定是百万内 700公里的续航 这不是同一件事情 一定是百万内是入门款 这一定是有的 那你觉得说 我有一台电动车 是不需要百万集聚 但是依照我的了解 大概续航力会在400上下 再上去应该还会有一个等级 高规 应该想我们先讲中规 大概会有一个500多的续航力 然后这是中间等级 那顶规就是700 因为700已经算是 很神奇 有700的续航力 大概就有EQS 对 所以其实700 其实算是非常高 但700你就知道百万内 其实以现在来讲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这样 就是说他先把卖点 告诉各位 第一个百万内 第二个续航力 这个有700公里 再来就是0到100 是4秒内 官方现在好像预计 希望可以达到的数据是 0到100大概是3.8秒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 旗舰型车款才会有的一个数据 他会有第二波预购吗 那时候说再评估 对吧 其实我觉得有 我觉得有 其实而且听说 明年Q1会有一小批出来 我觉得应该是 有点像比如说 以伸展线来讲叫Pi-A-Round Pi-A-Round的出来 比如说可能要先路上 可能 对 试坐车 或者是先提供给 假设是公家机关 先试试看看 到底是行路品质怎么样 因为车子的 比如说安规 测试 检验 有的不的 基本上会比3C产品 还要严格很多 包含它的温度 耐用性等等 台湾热爱纳智节的不少 但是不热爱的也不少 我希望其实还是把一个品质 可以维持在一个水准 因为台湾消费者 因为车子见多了 你今天有把一个品质 任何的质量 维持在一个水准 你才不要推出来被骂 你到时候就不好看 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 把这个品质给守好 Eddie哥也有定 对吗 对 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我希望 我不放在高里程 我放在入门百万内的目标 因为我不太需要 因为我还有其他车 所以我希望在百万内 有什么样的表现 第二个是我们应该有机会参与 如果是投币车主会参与一些意见 希望这个车子的改进 或者设定方向 我们希望这个车 出来要有一个程度的水准 成熟度要够 因为毕竟大家都 台湾市场很成熟 大家都用过很多车 所以要用这个态度来看 我觉得消费者的标准挺高的 很高了 其实很高 我们的消费者很挑剔的 我觉得我们甚至比美国 还多车种 这么多车子排出来 Suzuki美国可能还没有卖几台 我们都可以买得到 但我觉得你第一批 第一次预购的那个热度 其实大家真的是 期待值非常高的 现在就来看第二批 或者是说 它正式能够亮相的时间点 能不能够满足大家 全球第一手车数报导 调教出来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太照镜的 这种个性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海上油门 地床低线邀您一起上线